四號早安 好 自己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起床了聽到外頭的雨聲 覺得這天氣爛到有盛 拍一看我春 而且未來幾天水氣量還是蠻多的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尤其今天一連三天的大雪學測 考生們金榜提名之外 雨具攜帶很重要 因為南方水氣也來硬考了 你可以看到雷大會播圖 南澳 秀林 東山這些 迎風面的區塊 還是有一些東北風 加上南方水氣的符合雨勢 南方水氣大概影響兩天左右 然後週日又有風面 然後週一過後又有東北季風 怎麼聽起來 未來三到四天天氣都是比較不理想的 沒有錯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今天的水氣量算是比較多的時間點 所以你看到處中部以北 到東半部地區都是雨勢的熱區 包括了過去石雨量 累計雨量在宜蘭 花蓮為主 而且宜蘭目前南宜蘭 還發了豪雨特報的等級 外出的交通安全 天雨路滑一定要格外注意 雨勢要怎麼下 要下多久呢 四個降降水你可以看到整個水氣量 溫度降雨的部分就在中部以北 到東半部地區 尤其比較鮮豔的還是以東北部為主 所以雨勢特別集中在東北部 大家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南方水氣上來之後呢 在中南部地區 尤其南高坪這邊 還是有點短暫的空檔 最主要這個南方的水氣呢 是比較中高層的雲系 但是呢 一過來台灣的上空 加上原本現在的東北風的風場 底下的符合雨勢 就會在淫風面的東北部 會格外的明顯 這也是為什麼原因的 西南部地區的水氣量 會比東北部少的原因 低溫呢 15到17度 高溫20到26度 今天南台灣 還是偶有陽光露臉 跟離島的部分呢 是比較幸運的 中部以北到東漫部地區呢 水氣量都比較多 溫度其實跟昨天呢 沒有太大的落差 但是水氣多了 體感溫度起來 濕涼 甚至濕冷的感覺 彰化 雲林 過去呢 在清晨呢 還只有13點多 15點多度 都是比較偏涼的哦 大雨特報目前發在基隆 北岸 花東等地 剛剛說到了 豪雨特報發在宜蘭縣 要格外注意哦 整個行進的路況 尤其宜蘭已經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 明天補班補課的時間點 雨具的期待還是很重要 颱風多日台 你可以看到呢 在四個那樣降水呢 其實慢慢的有稍微趨緩啦 所以呢 未來的三天 四天 如果你說呢 要哪一天 天氣比較在爛中好一點點的話呢 應該就在周日這一天 星期天呢 是封面通過 但是呢 這個封面呢 比較微弱一點點 所以呢 中部地區 渴望雨勢呢 會減緩 只有集中在東北部地區 所以呢 要半年貨的 要有戶外活動的話呢 周日這一天 會是比較適合的一天 所以呢 我也抓了一張呢 颱風論壇的圖卡 未來三天 你可以看到呢 各國的模式 哎 雨勢都蠻大的啦 但是呢 比較好的區塊 就在中部以南 大概呢 南高坪的地區呢 好一點點 中部以北 到整個東半部地區 你可以看到 色塊 區塊 都很鮮豔 一直到夏週 一二左右 有東北季風 接力報道 目前看起來呢 整個夏週 六開始的春節連假 前幾天 大概在小林夜 或是除夕呢 左右 目前看起來呢 有東北季風來攪居喔 所以呢 有稍微 比較掃心一點點啦 不過呢 還有一週左右的時間 目前看呢 每天的模式 我都幫大家更新喔 所以不用緊張 每天都會幫大家 稍微慢慢地揭曉 春節的天氣囉 好